感謝主席,有請局長 局長,剛才黃毅小委員所講的 其實這個跟醫師用藥的態度還是有關係 對不對? 然後病患如果因為這樣,然後受到藥害 那當然,那如果在藥害救濟裡面,其實也不為過 應該是這麼講才對 現在就是說,這是一個產品的供應者 跟一個行為之間的 就是說來,到底用什麼方式來做 是要,是產品供應者來負這個責任? 我知道了,其實你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對不對?副所長這麼講 這兩個層次的問題講到現在是沒有個公式 是啦 應該這麼講嘛 你們一直把這個東西是區分開的嘛 所以你就不納入在這個地方 不納入在藥害的救濟的範圍裡面嗎? 不是,現在就是說 在那一個就是off-label use 就是那個,我剛剛講黃永遠提的那幾個字 確實是很難去界定 那由這個法這邊來界定 那所以當所有的世界各國都是把這個 我不能說好像要推卸責任 可是這個所有的醫療的行為的一個責任權 都放在醫師的一個 因為他有最好的專業判斷 因為他才知道病人的狀況 所以,所有的這樣子的一個精神是在這邊 所以並不是說 好像刻意要把它分成兩個層次 說他們家的事情跟我無關 但是只是說 如果說有一個比較 大家能夠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規範之下 就比較容易定定 把它判定說 到底要從哪一個法過來 那你可以跟我講 因為這麼多委員跟你講這樣的例子 其實你應該很清楚 現在可以講說 應該是在哪一個法院做認定 到底要在這邊還是要在哪一邊 副組長,你來答詢 我覺得有幾個觀念 我們先稍微再回來澄清一下 在美國這樣子 剛剛黃小委員提到美國的情況 美國沒有要害救濟 我們這個要害救濟在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 日本我們還有哪一個國家 就不多 所以美國沒有 所以呢 對於這個醫師可不可以off-label-use 我們給醫師這個權利 給醫師這個權利 但是就是剛剛講的 萬一出了問題 有糾紛出了問題 他要去負這個責任 那我們因為剛好有個救濟 我們有個救濟 來補足你這個藥品使用 那藥品使用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這個藥品呢 它的使用的這個適應症的範圍 是經過政府 對不對 給你審查認可 所以呢 我們從廠商收錢 那在你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正確的照這個範圍去用 又出來問題 所以呢 我們從在從廠商收錢 我們來救濟這個東西 所以剛剛在講的時候 美國 你自己用了 你有責任 那就去打官司 到時候你 你要去賠償 要什麼 所以這個是 兩個不同的概念 好 那我們現在回來說 我們既然有了這個救濟金 剛剛我也了解黃委員講的 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 這樣子我們因為有這個救濟制度 我因為已經用了病人 已經產生這樣的一個副作用了 我們是不是要用這個救濟金來做一個彌補 那如果要做這個彌補 我們勢必要修法 但是這裡就要考慮的 我想在 我們這個TFDA 我們這個藥物食品管理局 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 以目前來講 Off-Label Use是一個講法 那我們很多的醫師 就是 但是我們教徒講說 這個用藥 我們本來我們醫師處的解釋 Off-Label Use應該是一個例外 你已經都沒有藥可以用 你實在想過了 都沒有辦法了 在非常不得已 這是一個例外限縮的範圍裡面 所以我們承認說 你也可以用 你不會違法 你這個還不會是不正當的行為 那現在就是說 如果是一個認為交給醫師 是認為一個適當性的用法 那我們很多醫師 就是把它擴大去使用了 這個是我們比較擔心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是很嚴謹 非常例外的 真的也沒有其他的藥可以用了 就是超過這樣的一個範圍 那我也有醫學文獻來支持 這是一個比較嚴謹的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說 在現況裡面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會比較大一點 那我們怎麼樣能夠讓這個東西呢 不然會 我們也會擔心會有一個變相的 也會產生一個後果 我們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說無所謂啊 對不對我隨便用 反正最後呢 對不對還是有這個救濟金來做救濟啊 這個是我們希望去避免的部分 所以我想說我把這樣的觀念 大概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我應該用另外一個角度談 就好比我們都會 就是說去比較美國的狀況 就剛才陳如黃委員 也是我比較美國的情形 美國他可以透過媒體 透過怎樣怎樣來做處理 但我們台灣就不行嘛 但是我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做一個探討 就是說今天這樣的用藥 醫師他治癒他的基於 他的職業道德 他的專業 我想不會醫師說 故意要去濫用這樣的藥 來造成可能無法彌補的這樣的傷害 對病人來講 那如果另外一個角度來談 就是說在 你剛才講說藥害救濟 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 那其實我感覺到我們很驕傲 我們台灣是三個其中一個 那相對的也是給我們的病患 多一層的保護 這沒有什麼不好啊 但是如果說你現在還是回歸到剛才你講的 還是那個層次的問題 硬要再把它 不是說硬啦 就是說在你們的認知裡面 這東西就是不一樣的 這層次不一樣的 那當然這個地方就會繼續 好像那個解就打這個地方 永遠打不開嘛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理解 目前來講現在這個狀況是持續的 那他到底持續到這種狀況 他到底在你們認知裡面 你們專業判斷是不是醫師已經有濫用 還是說在你講的所謂的特例 例外例外 那例外例外久了也不叫例外啊 怎麼還叫例外呢 因為以我們現在 譬如說有一個比較容易產生副作用 黃委員知道像卡巴巴巴這拼 那個治療癲癇的這個藥 醫師在這種off-label use 其實是用的太寬的 直接去用到 其實指痛 譬如說指痛有很多藥可以用 可是呢 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很多他就把它拿來 不說我插一下話 你說太寬的等於就是濫用了 對對就是說這裡我們要區隔 off-label use那個 對就是有這種狀況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說 我們會一直擔心的地方 那話說回來啦 我們說三個國家 我想黃委員也是很了解 就是日本 日本也有 那當然日本那個不給付的範圍 他是沒有沒有這麼嚴格 沒有這麼嚴格說 一定這個off-label use不能 但是他們的處理也是說 你這個東西呢 案件呢 除非這個案件很少 然後呢做非常非常嚴格的一個審查 這個是我們所知道的 日本的做法是這樣 如果說你剛剛講的 就讓我的感覺就已經 現在的意思好像對這樣的用調 就已經很寬鬆了 就等於已經濫用嘛 那相對的造成可能這樣的要害 比例會偏高 對啊 那他又不能使用在藥物救濟裡面 那就更奇怪了 那當然這個 這是兩個層 還是要回來 還是兩個層次 你今天兩個層次講了一百遍 特別是說如果說這邊的off-label use 對不對 這邊是因為那邊的擴大使用 而造成後面 所以 而不是說今天這 因為用這個救濟來 來 因為這樣子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嘛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前面 擴大使用啦 我說擴大使用的問題嘛 所以 後面的用這個救濟 沒有辦法去解決 大家所關切的問題 這是我們的一個 就是說能不能把那個濫用拉回來啦 這個濫用大概我們還要再經過相當的這個 教育啦 醫師的教育 所以這裡有一個範圍大 就是變成濫用嘛 那我們真正想要的 我想黃委員想要也是說 真的在一個非常嚴謹的這種off-label use底下 我們應該可以來考慮這樣 沒有啦 我全部到一分鐘 黃委員剛才有講了啦 你前面的問題怎麼去管控 怎麼去處理 那是你們的問題啊 那不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在講那個 好像一種因果關係 我們要去注意因才會有這個果 我 我 我們今天不是 所以你這樣 我想你對我們沒有辦法說服啦 你要去管控那個源頭到底怎麼樣 不是今天討論的一個重點 對啊 你這個是要害救濟 不是因為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到後來 就是剛剛副署長講的 這個一定要很限縮嘛 可是我們現實就不是這樣子 你們怎麼 限縮他的使用呢 不是限縮 就是說在這個這種敘述上 這個因為提出來這個太沒有辦法去定義 譬如說啦 譬如說我們現在說 黃委員也提出來這個版本是說 符合醫學原理而有適當性 那剛剛康局長也講說 這個適當性 很難判斷 你能一四處的用語去寫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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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要解釋的是說 如果我們覺得這個範圍比較大 那我們今天呢 能夠回歸到說 of labor use 是一個比較限縮比較嚴謹的 那可能我們在這裡面要去強調他的 譬如說是一個必要性 就是說 你真的是在一個不得已的情況底下 來使用的 稍這個範圍怎麼樣能夠比較嚴謹 比較小一點 這是 這是從剛剛的問題來講 我們的顧慮 我們怎麼樣能夠稍微 能夠讓這個範圍更限縮 我時間到了 最後一句建議 應該是不是針對 因醫師未充分的 告知病患用藥的適應症 用藥風險 視我為健保給付之用藥 而至受害的 救濟申請 一體適用於藥害救濟 不得排除之 我剛才這樣建議 你 這樣範圍是不是 更大 我當然要跟他講那麼大的 要想 要想 不然你要說圓頭 你跟我說英國 我待會兒跟他說黑米豆 對嗎 沒有啦 我是在說這個 我們怎麼喬得好 你啦 你跟我說我只要跟你說 好啦 我先這樣建議 時間到 下一位